有痰不止咳,痞多不补气,失重不补痞,这是治病的大计 第一呢就是有痰不止咳,因为你咳嗽的时候呀 这个咳嗽会帮助你把痰给排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用一些止咳的药 就会把痰给压在体内,进而导致痰越聚越多 影响气机的运行 所以说当你有痰还出现咳嗽的情况 就不要盲目的去止咳,不然呢反而得不偿失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选肺化痰 帮助那肺把身体的痰给排出去 痰没有了,气机顺畅了,咳嗽自然也就会有好转 第二是屁多不补气 放屁是因为身体的气机补畅呀 堆积了大量的气体所导致的 就像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红树,吃多了会放屁 那么这是因为脾胃消化不了,在体内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那么出现了放屁多,放屁臭的情况 那么你这个时候呀身体的气机本来就出在一个堆积 或者是补顺的情况,你再去补气,这不就是在添堵吗 就好比是高峰时期堵痴,你还硬往里头加三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去理气顺气 把预堵的气机给理顺 放屁的情况自然也就改善了 失重补补脾 很多人一觉得自己失去重呢 就喜欢去通过补脾的方式去去失 像是健脾玩这些呀 但是这些补脾的药本质就是滋溺的 而身体生失也是因为脾运化不了导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滋溺的药 脾不就更加消化不了了吗 这会增加生失的情况 所以说失气重的人需要健脾去失 像是生命白猪伞呀 而不是用补脾的方式去去失